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美國現況事實的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美國警察有多惡有多厲害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美國警察竟然間找錯地址入錯屋 結果拔錯槍射錯子彈殺錯人 殺了什麼人 殺了一個非洲裔的美國軍人 我形容他為美國的自己人 當然他們可能覺得那個不是自己人 這件事真是尷尬到極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講講美國現在的現況 美國的現況其實跟第三世界好像不相差很遠 因為他的露宿者個案是激增 現在個個都在等著 不如直接派錢 派錢 快點派錢 有些學者也都說不如直接派錢 算了 為甚麼 因為幫不了他們 幫不了他們 怎樣可以長期賺食 不如派錢就減輕這些情況就算數了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好 首先跟大家講講美國警察或者美國警暴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警察是有多麼兇 動一些就跪你的頸 跪你的斷氣 動一些就拔槍 射掉所有子彈為止 幫你的身體開洞等等 這個是美國的警暴問題 其實一直都存在著 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近日發現了 發生了一宗美國警察找錯地址 破錯門入錯屋 拔錯窗 射錯人 的一件事件 OK 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警察 日前就接獲了一個蘇聯報案之後 就出動 他們錯誤地闖入了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是一個公寓的地址 那他怎樣錯誤呢 他一入到那個公寓那裡 直接破門連開六槍 就把屋裡一個二十三歲的美國空軍 非洲裔的士兵 就把他當場送去投胎 什麼都沒有問過 直接把他送去投胎 很搞笑的 幾件事很不妥的 我覺得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喂 你沒有對對過地址嗎 第二件事就是 你破門後 你不是先跟別人溝通一下嗎 你要拘捕他 現在是吧 你不是拿他來發洩 是吧 真是很有問題的 根據律師的說法 這個美軍 當時只是在他自己家裡 沒有造成任何騷亂或暴力事件 根據美國美聯社的報導 這個人 涉事人 是二十三歲 非洲裔的美國空軍上等兵 福特森 他是隸屬於哈爾伯特的基地 的一個特種作戰聯隊 又說美國士兵是很厲害的 美國士兵是很厲害的 但是在美國警察和槍的面前 原來美國士兵是可以是不堪一擊 但也沒有辦法 任何人在這班 跟瘋狗一樣的美國警察面前 其實都是會不堪一擊 真是瘋狗搬得警察 OK 在3號的時候 在這宗槍擊案之前 他就在華爾頓寶灘自己的家公寓裡 和一個女性的朋友在視像通話中 很開心 視像通話中很搞笑的 他的律師克倫普說 這個女子 跟她在通電話的女友人表示 福特森就聽到 外面有人敲門 他就問了 誰啊 這樣就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幾分鐘之後 這個福特森再聽到更大的敲門聲 然後他就說是誰啊 然後走去看看那個 叫做 潛鏡 門的鏡 看在外面 看不到 有任何人 然後福特森就問 有些問題 我都覺得有些擔心 於是他去拿他合法擁有的槍枝 那個女朋友 女仔朋友就表示 當福特森走到客廳的時候 拿了槍枝走到客廳的時候 突然間就有人破門移入 當然那些就是所謂的警察 破門移入 看到他手上有槍枝 那怎麼辦呢 那些警察 問都沒有問過 直接連開六槍 律師引述這個女仔的說法 就說福特森中槍之後 在地上說 我好辛苦痛 吞不到氣 這樣的事情 福特森後來被送往醫院 當然是 直接宣佈死亡 開了六個洞 你哪可以生 你這樣放血法你也死了 OK 而涉及槍擊案的副警長 已經被勒令休假等待調查 是 休假而已 他還自由身 不用被抓 OK 奧卡魯沙郡治安官辦公室 發了聲明說 有個警官接報 有公寓大廈有騷亂事件 並且遇到一個武裝男子之後 就作出了這件事的自衛反應 但是聲明裏沒有解釋 誰通報有這些騷亂情況 亦拒絕透露出動到現場的警察的身份 以及族裔 律師說 福特森的死亡情況引起嚴重質疑 當局需要立即給答案出來 他要求警方透明地調查福特森的死因 並且要立即將警方的 隨身錄影器畫面提供給家屬 認為福特森和公眾還有他的家人 都一定有權知道這場悲劇的前因後果 當然他們說會合作 說會調查 但是調查出來的結果有什麼意義呢 人都已經死了 他們警察惡就已經惡了 其實已經說了給他們聽 美國警察很惡的 惡了這麼久都沒有解決過 之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事件 在今年又再發生多一次第三次 今次這一次第四次 美國還要是軍人 非洲裔 是不是第四件美國的黑人的生命 不是生命 要讓美國真的解答 而同一時間 美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是需要解決 尤其是露宿者的問題 根據外國媒體引述的數據和報道 美國加州現在擁有17萬個露宿者 而單單在洛杉基這個城市裏 已經有5萬多人流浪街頭 有些專家說 其實這些露宿問題很難解決 如果想直接解決這些露宿問題 他提供了方法 很簡單 他說直接派錢 更加可以幫助政府 省下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公共服務開支 即是露宿者搶東西 又打劫等等 又睡得不好 穿得不暖 吃得不飽 進醫院等等 你給他錢 讓他不用露宿呢 那就行了 但是 美國有沒有那麼多錢給他呢 還有美國這樣給錢他 公平性 又存不存在呢 美國其他人又怎麼看呢 這也是重點來的 報道就說 美國的洛杉磯 在2015年以來的露宿者 增加了七成 有四萬六千個無家可歸的人士 在洛杉磯都慢慢露宿等等 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 當然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數位統計 或者是有沒有更多呢 應該是有 他們自己都說有 而近來 加州政府是受到很多批評者質疑 加州 它自己自許為他們是最富裕的一個州份 但是 洛杉磯就被描述為第三世界 不但企業要撤離 而且城市是越來越不安全 而事實上 洛杉磯的露宿者的人數 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而有一些叫做 在美國居住的人民也都說 晚上基本上他們不夠膽出街 因為露宿者太多 太恐怖了 分析也都說 露宿者的問題 其實在過去二十年裡面 根本是沒有解決的 因為在洛杉磯那裡的住屋成本太高 而且 加上當地的人是抵制新樓建設所導致 即是他們不肯多建一些樓 那房價便會高企 那你基本衣食住行 你便解決不了 是不是 有點像香港 所以 我們香港政府便要建一些樓 要做地 要做樓 是不是 據悉 而洛杉磯他們的地方 今年撥了6億元 去解決一些無家可歸者的問題 按年增加了6,180萬美元 6,7,4,2,6,8,48 即有45億港幣 45億港幣 趴在5萬人裡面 其實都 幾可觀 幾可觀的 數字 用在什麼地方 主要用在減少營地 增加臨時 和永久住房的安置 幫他們有家住 同時加強為露宿者 提供心理和濫藥的 藥物濫用的 障礙服務 即是幫他們 戒濫藥 幫他們做一些心理輔導的事情 但是 說真的 成效真的非常之少 成效真的非常之少 他們得到 直接得到的優惠其實 不是很多 有些研究人員就說 如果你要減少露宿者人數 最快的方法就是派錢 而不是建立一些複雜的系統 因為複雜的系統裡面 你層不層的 即是人手 成本 行政費 各各各 樣樣扣扣 基本上去到露宿者手上 他們可以得到的錢 各方面 即是很少 很少 但是 你直接派錢給他們 他們一下子就拿去 啪了它 即不是吃了它 是真的啪東西 啪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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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研究 OK 這些研究都真是 嘖 沒什麼用 好像 不過不是的 你又看看他怎樣研究 研究就說 基本收入的計劃 是最簡單的方法 即是每個月給他們 基本收入給他們 三分市一些非牟利的組織 以及南加州大學的社會 工作學院的研究員 就對 洛杉基和三分市的大約100個老宿者 做了一個叫做社會實驗 就說向他們每個月提供750美元 為期一年 經過最初六個月的測試之後 由受助者他們字案的報告數據發現 和對比一些其他人發現 即其他老宿者那些 收到現今的人士 基本上都不再無家可歸 不但只找到一些非正式的住房 例如寄宿家庭 合租的公寓 和親友一起住等等的東西 還可以滿足得到基本的需求 但是 這一百名老宿者 其實他們有沒有做一些挑選呢 如果有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沒什麼意義的 如果這些老宿者 他們不是一個慣常的老宿者 他們只不過是一些 剛好不幸運的老宿者 即是不幸運沒有工作 生意失敗的老宿者 其實他們本身有基本能力 這些又不同 和一些慣常的老宿者 是兩回事來的 那派錢是否可直接解決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 也許這百名老宿者 他們本身 是否騰騰騰騰騰騰騰的 我們有錢 不如我們倆自己夾 不如我們倆一起拿錢 不如我們倆一起拿錢 這樣又是不同的 但是 這些是否真的可以解決了老宿者 存在的問題 這件事要交給美國政府 想想 即是美國現在真的 香港是愈來愈多老宿者 不止美國 英國也是 他們真的要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現在好像第三世界這樣 還有他們是不是個個都好像賺錢 如果是的 我覺得是頗好的 但是對於他們的政府來說 就很痛苦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和留言 訂閱文化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